咱们有了枪械遇到这种一大群的僵尸根本就不用怂 直接拿起枪械就是干 朋友们好啊我是小然 那么今天的话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形式走肉生存的第二期视频 在上一期视频发出了之后呢也是有小伙伴留言说很喜欢这个系列 想继续让下人更新这个系列 那各位小伙伴就要多多的点赞了呀 因为的话上期视频的点赞量呢才700多 好了好了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吧 直接开始我们的生存 在上一期视频结束之后呢 我们这边也是很快的就到晚上了 大家的话也是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模组里面 到晚上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小伙伴这里的话被僵尸摸了一下 然后的话就一直会有一个饥饿效果 这个饥饿效果的话就代表着我们已经是被感染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用医疗包来解除这个效果 当时呢还是比较的懵逼的 就以为啊僵尸它是附带的效果 不知道是被感染了 所以说的话就没有用医疗包 在这边呢也是发现了我们啊 这个生存里面的第二把枪械法马斯 现在我们身上呢是有两把枪械的 并且的话都是有子弹的 就根本就不用怕晚上的这些丧失了 看到没晚上刷新丧失还是比较的猛的哈 前面的话刷新了一大片 为了方便大家的观看呢 我们这边也是调了一个夜市 因为的话我们这个光影中的下呢 晚上是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的 果然哈有了枪械之后呢 我们三两下就解决了这些僵尸 两个人联机的话还是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可以帮我们吸引火力 然后的话我们就在旁边疯狂输出 好家伙刚说完就被偷袭被骗了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也是各种嗝屁 在床上都被打死了 我的天哪 这些僵尸也太狠了吧 咱们就想睡个觉直接把我从床上打死 这也终究是个不免疫啊 到了早晨之后呢 我们随便开个箱子 没想到就开了一把狙击枪 这把狙击枪的话 还有二十发子弹 你们知道吗 这个僵尸的伤害就离谱呀 打一下直接巴音关血 两下我们就嗝屁了 你说我们的枪械都要三四发子弹 才能打死他们一个 这个的话伤害有点太高了吧 晚上你们可以搞偷袭 但是到了白天之后呢 你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我走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这边的话居然遇到一个精英墨影人 其实的话这个小伙伴不是被我杀的 他是被墨影人杀的 我们是关闭了伤害的 这里呢还是要解释一下 不然的话又有小伙伴要说了 疯狂输出队友 你说这整得多尴尬对吧 既然是墨影人呢 那肯定就怕水呀对吧 我们直接往水里面跳 他果然就不敢下来了 你是精英怪又怎么样呢 顺便呢还解决掉一个精英逆尸 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就给他赖死了 击败了他们之后呢 我们还获得了一套钻石甲 有一说一哈 我们这个精英怪击杀掉的物品呢 还是比较的厉害的 虽然呢他没有附魔 但是的话到前期还是比较适合我们使用的哈 那么好 我们今天这个第二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很感谢各位的收看吧 喜欢喜欢的视频呢 一定要关注点赞评论分享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